刑事局和泰国警方在曼谷的郊区别墅破获了诈骗集团 他们专骗台湾人假冒事健保局人员骗取受害者的个资之后要求他们汇款 而其中有一名金融业的主管被骗走了一千多万 警方经过半年搜证终于逮到这个诈骗集团 街场通道出现长长队伍 仔细看中间一排的嫌犯双手上铐 每人身旁至少有两名远警戒备 原来他们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 从泰国一回到台湾就被警方押解移送 集团成员围坐在地上面对泰国警方破门攻坚 只得束手就擒 他们为了掩人耳目还在房间窗户贴上了隔音棉 原来这个诈骗集团先在台湾招兵买马 随后主嫌妃到泰国曼谷的郊区设立诈骗机房躲避茶器 而诈骗集团成员会先假扮健保局人员 烂枪打鸟骗取受害人个资 随后再冒充警方索取银行账户资讯 最后再假冒检察官 以民众涉案监管账户为由 诱骗被害人汇款 警方从诈骗集团查抠了笔记型电脑 以及手机等等的作案用具 甚至还搜出了这个手写的叫战守则 他们分工审秘就是要来诈骗这个受害的民众 戴着口罩走在最前方 他就是集团主嫌赖姓男子 去年下半年开始诈骗 受害民众至少30人 诈骗的步伐所得高达了7000万 其中还有一名金融业的主管 个人就被骗了1000万 警方经过半年搜证 将诈骗集团一网打尽 其中还有诈骑前科的女同妻犯 也被警方逮捕前科再添一笔 记者陈紫阳林一信台北报导